欢迎来到历史客栈,我是美丽 汪伟国民政府成立后,梁洪志担任监察院长,后来还担任立法院长 长期把持沦陷区的盐务、铁道、银行等等盈利丰厚的机构,敛财无数 而且他还不断的向日本人哭穷,说要搞建设,请日本人出钱 日本人也是实诚,短短的两年时间就给了他5700万元 这些钱去哪了呢?名义上是搞建设,其实大部分都尽了他自己的腰包 把日本人恨得牙痒痒,连日本人的钱都敢贪污,可想而知这个梁洪志得有多贪财 早在军阀混战时期,梁洪志是晚戏军阀段之贵的秘书长 当时晚戏军阀把持北京,春风得意 可不久后,直戏选土重来,很快将晚戏赶下了台 当时,段之贵司令部筹措的300万军饷还没有发 这钱也不可能给直系留着 于是,梁洪志就和几个人把这笔钱分了,一下变成了富翁 梁洪志有钱后就开始花天酒地,游走于上流社会 在大连旅游时,梁洪志碰到了一个贵妇 这个贵妇也是一个怨妇,得了一大笔钱和房产后被抛弃了 梁洪志身材高大,风度翩翩,有才华横溢 很快就向这个贵妇发起了求爱攻势 在大连逗留了32天,写了30首情诗 终于赢得了芳心 贵妇心甘情愿地把钱和房产都送给了她 希望能跟她长相厮守 可不想,梁洪志捞到钱后,很快就溜至大吉 这个贵妇悲伤不已,感叹命运不公,竟然自杀了 据说,当时大连的黑社会知道这件事后 也觉得这个渣男太渣了,下了必杀令 非要梁洪志偿命 要不是为满的一个汉奸出面说情 他的小命估计就留在大连了 这样的人终究是没有好下场的 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后 梁洪志知道自己在劫南逃 就带着两个小妾逃去了苏州,躲了起来 但很快就被军统抓了出来,关进了监狱 1946年11月9日,梁洪志以汉奸罪被枪决 活了64岁